好,生了牙,怎算呢? 在過去二、三十年,不斷我一想這個問題 因為很多人想我幫忙,很多是我的親人 經過了這麼長時間,我就總結了這麼多的事情 因為我自己都要時時去上門或者他們來找我 單對單的諮詢,我都是用這個方法 我想跟大家分享,即是說真的,是條命來的 是否想真的做足它,這個機會就越大 你不做,你都有機會可以碰的 你做多一樣,機會更加大,完全都是信心的問題 有信心你肯做,就是這樣 還有呢,我就留意到,結果是很快搞定了癌症的人 都是非常之有意志力的人的 舉個例子,有人問聽我拍手工嗎?拍手工 拍手工是台灣一位癌症患者搞出來的 他就是無期癌症,找過很多醫癌不好 那一收尾,不知怎麽去西藏,就不知怎麽人教他 他就回來,跟著做呢,就是拍手工 拍了差不多二十日,醫好了 全部這些事你打拍手工去搜尋器就找到了 這些故事,他叫什麽名,他什麽時候做,什麽之類 就是這樣,每天拍十小時 每天,每天,每天,連續拍二十日 他才好回來,才拍走了個腫瘤 未到拍一日,這裏已經是爛了 見到骨了,見到骨之後拍二十日 你做不做了先,但他這麽堅強 他為了賺一條命去做,碰了 有很多這些例子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偶然的,人家真是做事的 食生就不用那麽痛苦了,是否相對來講 做手療就不用那麽痛苦了 戴拍手工是一句,我處去你的例子 即是說他們好有行心,好有決心去做的 現在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其實是什麽呢 就是做了做了,有什麽可以做 我知道的,可以做這些,太多了 我只是最基本的,你不用一定要做齊的 你選一些來做,隨心去做,勉強無幸福 勉強的意思就是說,你這裏想,其實我心不想 身體不合作,你不信,很多人都是這樣 食生都是這樣,聽了常哥說 是我很想食生,你說得很有理由的,但身體不接受了 你未信服了,好來,第一,今世的字我看不見了,不好意思 就是不要再搞那麽多违反身體的東西 打針食以後開刀那些這樣的東西 第二,就是回歸自然飲食,食素 我們本來天生是食素的,食生,我們本來天生是食生的 食生有很多程度的,有些食得比較低層次的 有些食得很高層次的,那你如果越食得高層次呢 食得很乾淨,很清楚,很簡單,即是越簡單,你的機會就越大 一會兒大家有興趣就可以提出來和我們談,好嗎 我只是熱了這東西出來先 第三,就是自然生活方式,剛才我說的 走一隻就站得正,應該幾時睡,幾時睡 我舉一個例,人的自然設計 就是不應該吃晚飯的,更加不應該吃宵夜的 所有猴子,記住我們是猴子來的,我們身體設計是星星來的 他們日落之後一定不吃東西的 我們日落之後不應該吃東西的,常常已經習慣了 如果我在家那隻,即是不用擁抱的東西 我下午兩點吃飽,就不吃東西了 那我就早一點睡,如果有條件 九點鐘就是收拾所有東西,十點鐘睡覺 班上床睡覺,那隻,那就行了 今晚就不行了,今晚要埋了東西,所以要吃晚餐 但是平時我還不吃晚餐的 譬如這些是自然的生活方式,做鍵食 這個是自然的生活方式,所有動物都做鍵食的 是我們人那麼笨的,其實我們做禽獸就可以了 我們是禽獸的魚,它們做這些是對的,我們文明做這些是錯的 譬如,康叔是不坐椅的,即是說,你想像一下,有些星星在等地鐵 它不會衝進去坐椅坐,星星一定不會坐椅,對不對 我們就坐椅了,這樣之類,生涯再規劃,馬上辭一份工 這行是適合你的,找一些有意義的東西去做,你最想做的 尤其是幫到人的,幫到人呢,你的病就會好了 你現在做的那份東西,幫到多少人,多數都是傷害你 不好意思,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大家所做的工 十種有九種呢,是破壞地球,破壞社會 對社會一支貢獻都沒有,十樣有九樣,不好意思 舉一個例,現在所有的餐廳,不好意思一下,幾乎所有的餐廳 絕大部份的東西是食壞人的,現在所有賣食材的地方 幾乎包括超市、集貨店,即是說來,街市大部份是食壞人的 雙天害你,那是地球的,旅行社,地球多得它不少 再加上保險,銀行,金融,這些等等等等等等 今天沒時間和它討論這些問題,我們不是想說這些 但是你找回一件不相天害你的族,所以常歌這麼辛苦 一點都不容易,這裏撐了六年,多謝大家支持 因為天派你們支持我們,我只是覺得七十幾歲人 我周圍的朋友都走了,都退休了,我妹妹又走了 那還出來搞這種事幹什麼呢? 我又沒有錢,只有一份小小的退休金,丟了下來這裡 是什麼呢?是什麼呢?我覺得生命唯一值得生存,有意義的 就是天派我做了這些事,因為香港沒有人講這些事 我等了三十年都沒有人講,還有得我講 所以今天又是出事在這裏講 阿祥嫂,即是我太太,經常都說 爲什麽老公,爲什麽你一四十年要做別人才寫人的事呢? 要什麽寫二百四十本書有這麽多呢? 總之你還在禍於想的人,爲什麽還沒有人接班呢? 所以我現在開班,是的,我們開班就是培訓新一代的導師 不是等於我要離隊,是等於更多的人可以承繼這裏 我們的知識,尤其是我們的精神發揚出去 這樣吧,生涯再溝的意思就是快點想清楚 如果生命的下一站,你做什麽?你會知道的 天空會告訴你,你找到一條新的跑道,你就跑得很好 明天你就醫好了,明天你就沒有了腫瘤 你的身體會怎樣?你的身體會做?你死吧不會想死的 因為你有興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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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耿著我做 有個美夢,我們要去尋夢,要去追夢,要去圓夢 六字真言,改變居所 有好可能你要搬屋,你再住在以前這個單位,機會不大 我走入你家,我就知道為什麽你想死 我在這裏住,我都生涯,即想死,真的 我做你一份工,我走了很久了,真的,講深一句 快點改變這些,就是勤練功,不一定要跟長哥這種 你有什麽脫手工?那類,什麽最簡單的脫手工就是那些 拍手工就可以,拍手就痛苦了,脫手工不痛苦了吧 即是那些,練多些一些,有很多的氣功,什麽那些 不一定要氣功,瑜伽都可以的 你問我呢,我的首選作為中國人,我的首選是太極,太極拳 然後再練太極拳那隻,這個是我練的 那不是一定我練那隻太極拳第一,當然不是啦 沒有太極拳第一,不好意思 不過,對我還沒給對你,你問我推薦,我推薦太極拳 很多原因,享受你的嗜好,那些你很喜歡的 有一件,千萬不要說,就是吃東西 吃東西是不應該享受的嗜好,那我今天沒時間講 餵食幾人是他想死,不是我講的,不是我講的 請問這裏有幾個基督徒在裏,你說你自己的基督徒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定記得,十屆裏面有一屆 就是餵食,吃得過了,那個是七宗罪之一,七個宗罪 加點到先,實樂地獄的,根據基督宗教來說,不要忘記了 因為餵食不是餵食那麼簡單,餵食是表示你生命沒有其他意義 要靠食去滿足,一定是天豬地滅的,所以死得那麼慘 糖尿那些等等,你要找一些好的享受 就是做主意吃,樂玩,做手工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最好是幫助人的,你的嗜好一定要有一樣東西 你喜歡做,音樂最好,跳舞,這些 做冷冷療療療療療療,有很多種的,你問我吧 我做很多種,首選當然是首療,第二就是慶療 你看到我到處都是我家很慶的,你送多慶 一年十幾天的慶祥期,我早上又要敲慶 中午又要敲慶,夜晚又要敲慶 這樣證明我就真的知道這個好東西 就只有一個講字,很多教人敲慶的那些人 一個禮拜都敲不了一次,不可能做鍵食的那些人 從來都不做鍵食的,我不是的 做清洗,清洗很多方式清洗,尤其是洗腸 出門美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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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 我絕對不鼓勵人搭乘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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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有機會來這裡參加藏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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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觉得满足很大 真是很有价值 做义工 很多的调查都会发现 如果你病了 做义工呢 你好得快点 今天不详细讲 上那些堂 慢慢讲给你听 总之要做 感恩 你要时时抱着这些心情 感恩就是不抱怨 看到你自己有多少好东西 虽然你现在很痛 虽然你有个肿瘤 但是你还有胃口 眼睛还看得很好 但是你还有家居住 还有电脑 还有手机 好过很多人 每一只屋 好像全世界 我没有记错 每一只屋 你起床 全地球有六万人起不了身 那晚死了六万人 你睡觉那时 行走六万人死了 你好感恩不是你 好 刚才那十二点 就是我会建议 继续 不知有多难 我不知 我不知说 我都建议你接受 这十二点 好了 然后最后我想说 最重要就是 你不要再去阻住身体 身体是会做事的 我可以整天去干扰它 是什么意思呢 我可以跟主旧以后保持距离 你问我 如果你是我妹妹 如果你想听我话 你是山中立 我会真是劝你 妹妹 以后不要再洗洗衣 你当这个世界是无西意的一样 即是不要回车 它们说什么事 快点解决它 我这么大声公开 清楚地说 几乎所有癌症的病人都不是死于癌症 癌症不会拿你命的 再说一次 癌症不会死人的 为什么这些癌症病人会死 是因为它被医生吓死 是因为它被所谓的医生毒死 这个是我很痛心的 所以我才试了这么多本书 所以我才做这么多研究 所以我才这么肯去 整天这么忙到 去见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找我 我希望多些人可以做这些事 希望你哪位有癌症 快点好回 和我并肩作战 不要再令你悲剧发生 我实际上太痛苦 因为我身边的人就是这样 看着他死 他这么决定送死 看着他一个个想死 我不想 我都是有七瘾之心的人 我都是有亲情的人 我的狗死了 我都哭 我身边的亲人 他们不想做手续 但是家人迫死他 不好意思 在家人迫死他 我是无能为力的 那是好的 因为他的命是他的 我不需要背为他的命 我尽了我能力可以做的事 我可以做的事 还有很多事 让他死得好些 做手续就是了 刚刚才才认了手续 放开架 开架给你 这样吧 讲到哪里呢 就是 如果你是我妹妹 我希望你听我话 你好起来 全世界得益 今天祥哥在这里 讲了一些东西 假设我们不用影 全世界有人是损失 不知多少亿港元 我每一次开一个讲座 有人省了几亿元 不用给医疗工业 去赚这些冤枉的钱 谋财害命 医疗工业是谋财害命 你赚钱就算了 你没有人就命 但是很多人就命 被人死都很惨 不好意思 我知道是 所以我们很努力 去做了多少得多少 你说唐臂党居 不是的 这个世界上是有公义的 是有护叠效应的 过去我砌了三十年了大约 很多人改变了 他们的改变是影响很多人的改变 之外呢 我今晚因为这里谈了一阵 已经将会有少了很多的手术 你知不知道那些手术移动是几十万的 是你的保健比赛时 我是纳税人跟你比赛的 是不是呢 我何时问你拿几十万 一个人想去你几十万 不是做一个 做完又做 做完又做 一粒药就不知几十万 一个月不知几十万 你这一世吃到你死的那天 你吐了多少钱给他 一个人是这样 其他人会醒觉醒觉醒觉 看到这些东西 所以是少了很多手术 少了很多这些 冒着害命的药 一定是有人赚少了几亿元 每一次 你知不知道在西方 对不起 不要跟西方那么远 在加拿大和美国 北美洲 每一个礼拜 有平均有一个 医学界的人 是死于非命的 每一年有六十个 即是每个礼拜有一个 乘二日 不是全国转粒的 你看TVB不会到处的 但是网上含有了 有名有据 即是有病有事实 你去看 你上网看到的 死于非命 是什么 被人雕心 尸骨无全 不知道去哪 被人乱枪素食死 被人被自杀 被人逼入精神病院 打猫仔针死了 被人无端端害死了 被人控告 冤獄 冤獄 死了 他们全部都是反西医的 多数都是那些自然疗法 那类的东西 有些是自己西医 但是就是半導 就是他知道西医的险恶 他出来爆炎就没命了 很多人都说 如果你在东京 你在加拿大 在美国 热祖死了十几次 横死街头十几次 是真的 我今天还站在那 香港还有法治 我们先以为 还是相对来说 还是相对来说 几个安全的地方 不是 只是这么安全的地方 我的拍档很惨 被人迫害 一间铺被人倒转几次 他自己被人打穿头三次 警方都不仇理 是真事 一会儿我给你个名字 你去问他 香港最有名的 知名度最高的自然疗法医生 那一只 那我说什么呢 就是你自己想 乖乖你自己想 第二 主动欢迎山山的功能 做些事情 去行山 去曬太阳等等 好了 就开始 讲饮讲食 很快就讲 尽量吃生吃素 尽量尽量不要出家吃东西 尽量射手机 要进行的 就不是他们那些煲什么茶 喝什么老火汤 不是那些 跟食物沟通 每吃一次饭 做东西才好事 生活方式 是讲什么呢 休息 早年早起 知眷大自然 晒高太阳 做音響烈元 这些是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 没有了 然后呢 就是 生涯再规划 是什么意思呢 停工 就是不要再上班 你的份工不适合你 计量转行 就算你不转行留在公司那里 留在一行那里 一定有办法 重新出发 不是现在做的那些什么事 用你自己的能力 如果你是回计 如果你是医学界 如果你是 譬如是广告界 你一定有方法 去做一些好事 不是伤天害你的事 好了 改变居所 第一是什么呢 对不起 这个错了 改变居所 就是改变居所 对不起 这个错了 这个错了 不好意思 好 然后呢 行面工 譬如啦 这些啦 我只是举几个例 我熟悉的例 还有一定有很多 是对的 静坐要做 消疗 欢迎你每个月的 第一个星期二 晚来这儿做 全香港有很多地方做 Lavta Yoga 就是外笑瑜伽 等等 拍打 动态静心 不一定要坐定定的 静心有很多种的 我们都经常做的 希望你有机会去找 享受嗜好是什么呢 哎呀 sorry 对不起 这些错了 好 做弹弹癢语 做手疗 我的首选 譬如做音响癢语 听疗的唱疗 跟我们做唱泛音 乐器 法器等等 有一个我向你推荐的 这个新部的利益 我们是跟它没关系的 不过我都向你推荐 打非洲股 如果你有兴趣 我会介绍一个好的给你 打非洲股 我都叫做看过来打 我打开一份 但我没学过 我都预备学 这个是好的 光疗 水晶 水晶我不懂 没有缘分 不过我相信是好的 就做清洗 接受专业服务 你要是找人清洗 我自己是找人清洗的 三年前四年前 我找人清洗了我过去 过去 碰了很多东西 前两个星期 我都再清洗了很多东西 我们还要清洗一万次 洗照做我还要洗一万次 做精神的清洗 还要做一万次 每清洗一次 你的生命就好了 你的健康就好了 你笑多很多 你就情绪碰了很多 欢迎你 如果你有需要 我们可以介绍给你 电视 洗肠 观赏 这些全部都 我们在这里 因为我知道这是好事 所以我一定学的 我久不久就要开班 或者我的拍档要开班 好 出门旅行 去观光 就是参加旅行团 或者自己去那些 更加好就是去民居生活 做业务劳动 现在是有的 有些团体就是去一些 有机农场那里做义工的 这个我向你推荐 你上海找到洗礼 我都可以做过 就是在人家家生活 省很多钱 就真的学到人家的东西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一会儿 最后我说的 我心目中 最容易怎么医好的 好吗 你看我吧 朝圣 如果你有宗教的 你知道什么叫朝圣 就自我催眠 自从专业服务 就念affirmation 昨天才有我朋友告诉我 他唸得多念呢 他当堂财源滚滚来 哇 那些钱都花完了 就是常国教他的 就天天念那些东西 之类 那些东西 都想啦 改变打发 以后不要穿这些衣服 你一定穿错衣服了 才会生癌症的 不用问 你要穿一些 常国教你啦 从他形改变的形象 那些啦 那些头发要怎样 穿什么衣服出街 千年不要再穿这些东西 当然各个人少许不同 就是这些 你说 这样也有关系 绝对有关系 因为 你穿什么衣服出去呢 人家怎么看你的 人家怎么看你的 你的自我形状就是这样的 好 做义工 出街做 你找一大把一大把团体 招宣义工 刚刚才 就是上班下班的途中做 在家做 很多东西都可以做 你说我行动不良 甚至睡床 睡床都可以做义工的 在医院做到 即使你是留医院留医都做到的 床上这样写这样 今天说不完 就是你看我那本书叫做 《今生我主床》 那里呢 一会请 对了 请阿立儿拿一本出来 一会儿阿立儿 我都交给你 一会儿交给你 你出来看 好 好 就 没有人可以医好你 只有你自己可以医好你 你不需要医生 因为你就是你自己的医生 你不再想死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男性 你不再想死就行 你想死才会 想得错 想错了 令自己剩下病 这么多 现在你是这个机会 只有你自己救自己 现在为什么你会有个肿瘤等等 提醒你 有这个任务 就是叫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人 你做到 好 就功成身退 这个是我知道的 这个世界 所有事情发生的 是有原因的 就 我们生命力场里面 有九曲十三弯 都只是为了下一集的任务 记住 如果有个人生生难不正 我的理解就是 上天安排他 下一站 有很重要的任务 他只有两个 可能 一个就是 出场 走了 很多 如果他留在那 他一定有新任务 帮了很多人 刚才我说 我常常跟我的案主说 你快点好回 很多人等着你去拯救他 跟我一起 去帮很多人 发光发热 好了 就是上天安排 你和我过去的经历 给我们这么多的祝福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要我们去祝福人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现在太惨了 需要你 你去搞定了 你会搞定这个世界 你会很开心地完成任务 你会变成一个新的人 所以 所有 所有 男正康复者 都变成另外一个人 是他以前 不同的人 和以前很不同的人 你将会享受到 这个宇宙很精彩 很棒 生命很有趣 你自己的选择 有很多方法可以自我催眠的 其实这个世界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这个火调是很深的 所以我这本书 《今生的主场》 就是里面一开锅就讲完这些东西 医癌症是要用心药的 刚才那些就是了 就是这个了 生命里面 再次燃你的火 找回生命 这个阶段任务是什么 我们要帮他清除他生命的障碍 可能要专业的 然后呢 就去找回下一站要做什么 这么多 讲来讲去 今晚都是讲这些东西 为什么不用医呢 现在明白了 就是因为要医 为什么要医的人呢 为什么要医人变心呢 为什么要医人变心呢 今晚经常讲这些东西 就是要追梦